今天我们主要讲G1900这个软路由 不好意思搞错了 应该是这一块 Hello大家好 我是悟空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网友给我寄过来一个软路由 这个软路由的型号是G1900 我估计大家都不陌生了 估计群里面很多人都买过这款软路由器 那么他给我留下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叫做在PVE下安装LED和黑熊辉这两个系统 其实我对这个软路由一无所知 之前自己也从来没有使用过 那么就是自己怀着忐忑的心情 看了很多论坛上大神的一些帖子 大概是能弄明白这个系统是如何安装的 其实PVE这个系统安装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在里面去设置LED和黑熊辉这两个系统 同时存在的话 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 这里面有一些小坎坷有些小插曲 甚至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细节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才能够总结出来 今天我希望把这些过程给大家记录下来 如果对你有帮助你就看一看 至于说这个软路由安装PVE到底是适不适合效能啊什么各方面参数啊什么呢 到底合不合适 其实我们不想在这里做过多的解释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新手小孩 做这次安装的程序呢 我只是做一个尝试啊 如果说对你有用 你就收下就可以了 OK 现在开始做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软路由通电 然后按住键盘的F7 OK 现在进入一个选择的页面 然后我们选择UEFI Sundisk就是有U盘的盘符 一定要选择UEFI 进到这个页面呢 就默认选第一项 这里选我同意 这块是一个选择硬盘的一个地方 默认呢 我们是选择这个美光这个硬盘 然后其实我还装了一个东智的这么硬盘 点击下一步 这个国家呢 我们选择中国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手敲一下 密码呢 我们设置一个比较简单的密码 一会儿用于登录 然后这块要输入一个有效的email 点击下一步 OK 点击下一步呢 出现这么一个界面 然后上面会填一个hostname 这个其实是自己的域名 因为我没有 我们就随便填一个就可以 只要符合这种规则就可以 我们比如填一个悟空.net 其实没有这个域名 只是我按照它那个命名规则写的 然后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成功的识别出了这个网段 现在我把这个网口插的烂1 这个口里面 这些都是默认的就好 不用做过多的设置 点击下一步 它会创建一个分区 OK 到这里呢 这个系统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到此为止呢 就是PVE这个系统已经安装成功了 按好这个PV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它的web管理界面 我们在浏览器里边输入这段地址 注意前面是https不是http 然后后面跟着端口号 因为我们这是Chrome浏览器 所以我们在下面点击高级 然后点击继续前往 这个时候呢 就会进入到这个PVE这个管理界面 默认的话它是英文 我们这里选择中文 然后密码 密码就是你刚才设置的密码 拥户名是root OK 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后台管理界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虚拟机 我们点击这个系统下面这个网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有一个端口 就是ENP ES0 也就是我第一个网口 LAN1这个口 现在已经插入了网线 所以它已经分配了IP地区50.249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个备注 备注一下它是WAN口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端口号的名称 ENP ES0 一直到4S0 我们要做一个Linux的桥接 我们把这个端口号记下来 你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然后选择第一项 这块我们可以把第二个网口也映射 点击创建 然后剩余还有两个也是这样操作 不好意思 应该是3S0 因为2S0已经设置好了 然后就上下最后一个了 这边是4S0 OK在这里呢 已经把网口都已经设置好了 设置好这个网卡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操作就是创建一个虚拟机 用于安装LID的 这块有一个VM的ID 我们可以设置成101 然后名称呢 可以写LID 这块可以勾选一下开机自启动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块选择不使用任何戒指 点击下一步 这块完全就是默认的就可以了 然后CPU可以选择两核的 内存可以设置2GB内存 这块也是默认的 最后点击完成 它有一个创建的过程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默认这里边是灰的 如果变成绿色呢 就是说明它已经启动完成了 下面一步操作呢 是添加网卡 我们点击这个硬件 然后这边选择的是添加 选择添加网络设备 选择办虚拟化 这块呢VMBR0已经添加好了 我们直接选择第二项 VMBR1 点击添加 这样的话它就已经添加到这上面了 剩下两个也是同样的操作 然后下一步的操作呢 就是把这个镜像呢 拷贝到它那个root目录 我们现在这里面可以使用一个工具 就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简直就是宇宙无敌最好的工具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它那个地址 2496地址 点击OK 然后开始 双击一下 密码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这个密码 然后点击yes 就已经进来了 现在这个目录呢 默认就是这个root的这个目录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把这个立的这个镜像呢 拷贝到这个下面 这个立的镜像 我们直接拖拽进去 这个工具是非常的方便的 你直接拖拽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右边呢 是代码操作的区域 就是这个代码操作区域和左边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除此之外呢 我们除了拷贝这个镜像之外呢 还要拷贝这个kvm的这个转换工具 我们把这个转换工具拖进去 因为它非常小 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LS看一下 这两个工具已经完全的拷贝进去了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的下一步操作呢 就是把这个镜像进行一个kvm的一个转换 还是以前我们操作的奇末加X 然后后面跟这个工具 这样呢就已经加上可执行的权限了 那么下一步操作呢 就是进行转换 这里边写的是101 这个101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 这个101 这段代码呢 我会贴到我这个文档里面 它这种情况下我们点击回车 它就会进行一个转换的过程 但这个转换的过程非常的快 所以现在就已经转换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否加载成功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web的界面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未使用的磁盘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加载这个LED镜像 我们双击这个镜像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它就会成功的挂载上去 点击添加 然后你就看到了 这块有一个704M的这么一个硬盘的挂载 把它成功挂载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选项 然后把启动顺序更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0改成1 然后点击OK 然后自启动也是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启动这个虚拟机 OK 刚才我做了一个重启的操作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101已经是绿色了 所以它已经成功的运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它的share里面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安装成功了 我们点击它这个控制台 然后进到里面发现它里面有一堆指令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点击这个键盘 看一下OK 那现在出现这个界面呢 就证明了你的这个 里的镜像已经成功的安装了 有一个操作 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安装到里的软路由这个系统之后呢 实际上只是在虚拟系上安装了 并没有进行网口的一些设置 这个时候你去访问192.198.1.1 是根本访问不通的 那这里边有一个小的插曲 就是你要把这根网线 一头插入到你的软路由的烂衣这口 另外一头插入你的这个自己的电脑 你要非常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软路由 它跟硬路由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在没有设置之前 它是不具备任何路由功能的 它仅仅是一台PC OK 现在我们插好这个网线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后台了 然后这块默认的密码是Crewshare 然后点击登录 就进入到这个后台了 然后第一步呢 是先设置一下这个网络 点击这个网络下面的接口 然后这上面有三个选项 我们主要是设置1这个口 点击这个物理设置 然后默认情况下 它是勾选的其他的选项 我们这里面一定要勾选这个0 ETH0 代表是你连接这个烂衣这个口 我们把这个口呢 当做是就是有以太网的这个口 然后点击保存和应用 然后同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设置16这个口 也是把它设置成ETH0 如果在其他选项的话 你可以把它勾选到ETH0 点击保存 然后同样的道理 设置LAN这个口的时候 点击物理设置 因为在默认的情况下 可能是把这些全勾选了 我这里建议呢 把这个LAN1这个口当做是网口的话 就把它去掉剩下三个口做LAN1 然后我们点击应用和保存 经过前面的折腾和设置呢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软路由的路由功能做好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它现在能不能上网 百度 可以 就是说现在这个软路由已经具备了路由的功能 那我们下一步的操作呢 就是安装群晖这个系统 在安装这个黑群晖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在这个物理机上去安装一个 就是加载一个ISO文件 我们在这里边点击local 然后点击这个内容 然后点击上传 然后这里边选择群晖的一个引导文件 ISO这个文件应该有18兆左右 点击打开 点击上传 OK 现在已经加载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的操作就是建立一个虚拟机 用于装群晖 刚才我们已经设置了101 现在我们可以设置一个102 然后我们自己起个名称DSM 然后这里面勾选自动启动 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 这块的是 这块刚才选择的是不选择任何戒指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引导文件 所以我们就直接加载这个引导文件就可以了 注意这里前面那一步 如果你没做的话这里面是没有任何选项的 很多论坛都没有这一步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边一般情况下选择默认情况就可以了 点击下一步 这边的核心我们可以选择四核心 内存到我们设置2GB 点击下一步 这里边要注意的一点是 有些群晖它不认这种模型 所以我们最好选择这是英特尔 这个E100 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概览 你可以把这个屏幕截下来 然后自己设置的时候照着这个设置就好了 点击完成 然后这块可以出现一个102的这么一个虚拟机 下一步的操作是把这个引导顺序进行一下更改 因为默认的引导顺序是这个硬盘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硬盘改成这个CDROM 然后点击确认 这样就可以了 刚才也进入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的是启动这个按钮 但是我们发现这块的地址是不对的 然后我自己又重启了一下这个软路由 我发现这次地址就正确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的地址是192.168.50.233 冒号5000 那么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直接输入这个地址呢 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当你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就说明你的这个软路由已经进入到这个引导这个界面了 已经可以下一步操作就是设置这个群晖的系统了 我们点击设置 这块呢我们选择手动安装 然后我们浏览 把之前那个PAT导入进来 点击打开 点击立即安装 它会说会全部删除 我们点击以了解 点击确认 OK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还有几步之遥 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边的名称呢 我们可以自己随便起 点击下锦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这块我选择的是第三项 点击下一步 因为这块呢 我没有我这个是黑群晖 所以应该不具备这功能 所以我们点击跳过 点击是 OK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群晖这个系统里面了 后续的一些操作呢 我就不在这里细致的讲了 至于它怎么共享 怎么去外部访问 如果你担心不能外部访问的话 你可以用阿里的DDNS 这个块的具体教程 你可以参考ViuTalk的教程 他已经讲过的 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 为了证明现在已经可以访问两个系统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看看能不能访问 可以看到现在既可以进入OpenWrt 就是Elite软路由这个系统 又可以进入群晖这个系统 我们再重新进一遍 OK没有问题 这两个系统都可以成功的运行了 OK经过前面的一番设置 我们终于把这个LID和黑群晖这两个系统成功的安装到这个软路由上 其实这个过程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有一些细节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可能就需要推导重来 其实我们分享这些技巧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让你少踩一些坑 在这个过程里边希望你能够快速的完成这些设置 如果对这个视频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有用的话 欢迎给我视频点一个like 感谢观看